现在是从北京进宴交的 如果第二针没有打的 不让进宴交 现场接种 推特曝光一段 疑似中国大陆强迫跨省移动者 必须打完两剂疫苗 最近官方再宣传施打突破11亿剂 覆盖率超过四成 但面对Delta变异株入侵 还是不够免疫 我估计我们的中国的疫苗的保护率 也就是70%左右 假如70%的保护率 我们国家需要有80%左右 80%或者以上的接受疫苗 由于Delta变异株传染性高 广州是认为一般饭店 已经不再符合隔离标准 要在郊区新建20万平方公尺的隔离饭店 专攻国际入境者 广州国际健康驿展 有5000个独立的空间 这个房间是严格按照隔离 不会互相传染 这样才叫隔离警点 中国大陆隔离政策 也引发德国不满 德国国家部发出安全指引 不鼓励不必要的附中旅游 因为在某些状况下 就算打完疫苗 有证明也会因为抗体阳性 被强制送医隔离 甚至实施侵入性治疗 包含采血电脑断层以及职肠柿子 也就是钢筛 西班牙也发出公告 不满北京官方没有沟通 就在打完疫苗的外国公民 强制住院三到四天 因此西班牙驻北京大使馆 欧盟驻北京代表团都展开交涉 要求立即停止这种做法 中国大陆防疫手段 再先外交波澜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